温馨五月花林邮局和民意国小共同举办了 投递温馨五月母亲节明信片 希望借由学童的手写祝福 让辛苦的妈妈们都能感受到孩子的爱与温暖 温馨五月感恩的季节 总是让人想起为子女不辞辛苦的母亲 为了让学童能够在温馨的五月感谢辛劳的妈妈 花林邮局与民意国小 4号下午在民意国小共同举办 投递温馨五月母亲节明信片 450位的小朋友在明信片上写下了对妈妈的感谢 希望能够透过文字的温暖 让妈妈感受到小朋友的感谢之心 那我们现在的人很少书写信件 都是3C产品 那我们这一次的配合课程 以及花林邮局的一些活动 我们搭配起来 让我们低年级的小朋友书写感谢卡 因为透过母亲节这一天的活动 以及我们书写感谢的卡片 让孩子 记起小孩子去感恩的心 怎么去让他们也去表达内心 想要跟妈妈说的话 那我想妈妈呢 虽然是大部分都跟孩子住在一起 看到孩子这样书写的感谢的话呢 我想对他们来讲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感动才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 我想我每次收到我孩子的这样的卡片呢 我也是很高兴的 那我们也透过另外一个 就是主要是有些的妈妈是不在身边 因为工作的情况呢没有在身边 所以透过这样的卡片呢 我觉得对一个在远方的妈妈来讲 也是一种了表慰问的心情 欢迎邮局局长表示 由于现代人都以电子邮件或者是手机传递讯息 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显得有些冰冷 希望透过五月温馨的日子 让学童书写写出对妈妈的爱 也能够了解如何书写文书信件 找回文字的温暖 最主要是因为母亲也即将到来 那我们为了让小朋友同学们 表达对母亲的爱与关怀与温馨 所以我们特别赠送给小二的同学 总共四百五十位小朋友 每人一张明信片 让他们表达对母亲的爱与关怀 把他们想表达的话写在明信片上面 那我们透过邮差在母亲之前 递送到家里去 让母亲收到这张明信片 因为现在是科技的时代 那透过手写的话 有特别的感受跟温度 让母亲感受到小孩子的一种爱跟温馨 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 花莲邮局也特别请出邮筒道校 让学童体验投递明信片给妈妈 从屋中能够学习到书写信件的方式 以及游地区号信件的书法 透过文字的表达 让最真诚的情感 在文件中传递温暖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